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10月5日的粵語新聞節目 我是潘耕晴 首先和大家過今天的新聞提要 就潤發坦然指香港的電影業欠缺創作自由 日本受限制要經中國多個部門審批 日本核廢水事件並沒有造成國際風波 第二輪排放達安全標準 最近非常火爆的肉包頻道衝浪之音 突然遭到YouTube永久封殺 詳細的新聞內容 香港影星周潤發 在韓國的虎山電影節獲頒亞洲電影人獎 他接受記者提問時 坦然香港的電影業沒有自由 中國大陸也有很多審查要求 劇本必須經過多個部門審批 坦然這些挑戰 對香港的電影製作人來說是很困難 但電影界仍會盡力拍出香港精神的電影 聽下董書月報道 斯洋永永不審批 第二八屆虎山電影節星期三在當地揭幕 周潤發在開幕禮上獲頒亞洲電影人獎 他出席記者會時 被問到香港電影所面臨的挑戰 他承認中國當局有很多要求 劇本必須經過很多不同部門的臣批 周潤發又提到 香港在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 很多事情開始發生了變化 我們要留意政府的取向 這是很重要的 否則將難以獲得所有資金 去製作一個故事 去拍一部電影 因為中國大陸市場很大 所以我們要嘗試一些方法去生存 周潤發說 韓國的電影業目前很勤大 因為它擁有香港電影欠缺的創作自由 但是可能韓國電影政府的支持 和他們的自由度很大 所以他們的創作人的思想會很闊 有很多題材 我覺得很驚訝 就是他們敢拍這些 周潤發都坦然 每個國家的電影 都有它的黃金時刻 過往曾經是香港 現在很開心見到是韓國 又說韓國電影受到荷里活的認可 周潤發獲獎的時候 在台上用廣東話字詞 說自己出身在香港的一個小穴村 十八歲就上演員之路 他說在拍電影的過程中學了很多東西 可以說沒有電影就沒有周潤發 被問到覺得最經典的三部作品 周潤發認為是英雄本色、疊血傷紅和惡苦藏龍 自有亞洲電台記者董書月報導 日本第二輪核廢水在週四排出大海 據國際原子能機構數據顯示 首輪排出大海已經處理的核廢水穿龍道 合乎安全標準 而港府即使對日本的海產加強檢驗 至今並沒有海產超出標準 上個月 國際原子能機構大會 只有中方反對日本將核廢水排出大海 中國慘遭孤立 中共對於核廢水事件顯得無計可施 僅如少量的小粉紅對日本人作出騷擾 有助日港人組織分析指 中國持續禁進口的措施和小粉紅的言行 只會令日本人感到厭惡 聽聽張士仁報導 日本東京電力公司說 福島電廠的核污水經海水稀釋之後 放射性物質穿的濃度已經降至每公升 1,500倍克以下的標準 週四會排放第二輪的核污水 預計會持續排水到今個月的23日 日本週二抽出大約1,200噸海水 稀釋之後放在罐裡大約是1噸水 檢測結果顯示 川農度為每公升介乎63至87倍克 合乎國際安全標準 港府禁進口日本十都縣海產之後 加強對日海產的檢測 但是到今時今日都沒有驗出超標的海產 其他國家好像馬來西亞的檢測結果 一樣是合乎安全標準 中國在核廢水問題上寸步不讓 時至今日也都未撤回全面禁進口日本海產的禁令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9月27日 被日本共同社的記者問到 中國在管轄海域裡進行環境監測 中國什麼時候才會發表相關的數據 汪文斌沒有正式回應 反過來搬出日本核廢水的事 在過去一個月核廢水事件在國際上沒有鬧出任何風波 反而令唯一的反對者中國顯得被孤立 根據《獨賣新聞》報導在奧地利舉行的IAEA大會 在9月29日閉幕 IAEA更加承諾對日本核廢水作出獨立監督 會上德國、意大利、馬來西亞和澳大利亞等國家都說 認同獨立監督的做法 在三天的會議只有中國反對 連同日本關係惡化的俄羅斯也沒有對核廢水一事作出任何批評 剛剛上任日本外務大臣的上川楊子已經說明 對中國是會說出日本應該說的立場 核廢水的中日爭議已經持續一個多月 來自中國的騷擾電話一直都沒有停過 有福島拉麵店的店主和傳媒說 不明白為何到今時今日還有中國的電話打來說 日本的海水很危險 也有在日本的中國人到東京的台場拍片 拍攝者在海邊拿著水即場飲用 對著鏡頭說很難飲 日本香港民主聯盟發言人葉錦龍分析說 有關誣蔑核處理水的言論只能做到大內宣 已經慢慢在海外無效 而中國這些舉動和禁進口的措施 只會令日本國民感到厭惡 葉錦龍又說核處理水事件 正正是發生在日、美、韓三國的大圍營峰會之後 中國以全面禁進口日本海產的手段 是用來警戒日本不要跟美國走得太近 相信短期之內是不會撤走有關措施的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張士仁報導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2018年9月投入前 事由問書及房屋局局長陳凡表示 高鐵香港段出現虧損的可能性極低 並說有信心在50年營運週期不會虧本 更無需政府攤分 然而五年過去高鐵虧損近35億港元 有學者分析認為 這個與終點站的地點 以及香港大陸之間的交通網絡選擇多 高鐵缺乏競爭力有關 至於西九文化區沒有因爲高鐵受惠 即是香港主要國際級的表演場地 都不在該區 令高端大陸的旅客 不會乘搭高鐵到香港看藝術表演 聽下中廣正報導 經據港鐵聯報資料 高速鐵路香港段在2018年9月通車 時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凡強調 按照倉部估算 高鐵香港段在50年營運週期內 會有健康的財政回報 但是事實又是怎樣呢 當年高速鐵路總乘客量530萬人次 為港鐵帶來6億元的收入 扣除6.12億開支 虧損1,200萬元 去到2020年受到疫情影響 高鐵同年1月30日停運 總收入12.77億元 有趣的是2021年 高鐵繼續關閉 在凌乘客情況下 收入竟然增長了6.7% 三年收入共約40.41億元 反而有營運的兩年 收入合共只有38.7億元 原來港府將高速鐵路香港段的營運 透過九鐵委託港鐵 每年向港鐵支付大約8億元補助 另外還有客量補貼機制 當高鐵客量未達到港府與港鐵協議水平的時候 港府會向港鐵提供補貼 但當局一直沒有公布 怎樣才觸發最低客量補助標準 以港府2021年預測 高鐵年度營運開支18.36億元計算 營運5年共虧損9.51億元 扣除港府的補助而未繼入最低客量補助 虧損金額達到34.66億元 香港資深政治評論員劉銳紹接受本台訪問表示 當局將高鐵虧損推給3年疫情 目前很難反駁 但興建計劃從中國行政部門構想的 受不計成本的設計 到香港討論終點暫時 從洪水橋搬到要發展為文化中心的西九龍等因素 都導致高鐵出現高成本低客量的情況 至於高鐵總站位於西九龍 當地客未能因此受惠 柳玉紹認為要將西九龍發展為國際文化區 不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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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 接離西九 他表示高鐵何時可以轉規為營 相信當局會以計大數做藉口 推避高鐵可以為香港帶來多少遊客 增加當地觀光收入 他表示目前香港外地遊客近9成來自大陸 國際遊客非常少 更加證明西九無法吸引外國遊客 自由亞洲電台鍾廣正報導 港府近日不停吹曲夜經濟 但前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 就對香港經濟大潑冷水 認為推動夜市只是有做好過沒有做 對實體經濟的幫助有限 他指截至本年8月底 香港的財政儲備已經降至6,900多億港元 即是足夠未來一年的開支 在賣地成績不理想 和股票市場成交額下跌的大環境下 與其明年將迎來公共財政壓力 直言政府應該要推出大都闊府的措施應對 有經濟學者指 港府對日後經濟復甦過分樂觀 目前香港的國際金融地位 已經被新加坡取締 加上香港在國際市場的定位模糊 以致土地價格持續下滑 影響富房的收入 聽一下張士仁報導 港府7月底公布的香港今年第二季本地生產總值 按年增長只有1.5% 遠低於原來市場預計的3.5% 經季節性調整之後 更加比本年首季實質下跌了1.3% 前財富局局長馬時鏗接受香港01的訪問時說 形容香港經濟目前是處於20年最差的時刻 他說作為香港經濟龍頭的金融業 已經處於一個捱打的狀態 他形容香港目前是腹背受敵 一方面因為地緣政治關係 外資減少流入香港和內地 而內地經濟也受到內房債務危機影響 香港上市公司商會主席梁家章也認同 因為地緣政治的關係 外資近年撤出香港 踏入今年第三季度 8月位於由金頭的港人置業地皮 只是獲得一份發展商的標書 最後因為不符合政府定的底價而流標收場 當時發展局局長令漢豪仍然解釋 涉及很多因素 但卻沒有正面回應發展商是否看探後市 每一個賣地 當它不或者流標的時候 大家很容易就會說 當然是政府不肯降低的地價 正如我剛才說 其實一幅土地成不成功賣出 都有很多因素 當然要符合政府定的底價 亦都是其他的發展商 他們對於這個地的興趣 他們對於前景的看法 凌漢豪星期三公佈財政年度第三季賣地計劃 依然未見有推出商業用地招標 這個已經是連續第三季度沒有推出商業地 面對現時商業流面空置率達到10%以上的情況 凌漢豪終於承認在政府賣地上要緩一緩都有道理 對於發展局緩推商業地一事 中大商學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譽教研學人李兆波 認為香港和內地都經濟不景 香港樓價亦都急速下滑 同時不少企業實行在家工作 亦有不少外資企業遷離香港或縮減規模 以致賣商業地的價錢未如理想 他說即使政府強推商業地皮 也只能賤賣 例如洗衣街舊水務局的空地 賣出的價錢也不高 香港的經濟情況也反映在樓市上 據中原地產數據 9月拍賣的銀主盤數量 增加到271間 按年升36% 創下2009年後的新高 個別銀主盤拍賣時 需要割價兩成求售 預計銀主盤的數量去年底 有機會會升穿1000個 來方星期三也發表第二季 全球城市住宅指數報告 香港按年跌幅達到8.7% 排名96位 預計下年香港樓價有機會跌到10-15% 之後亞洲電台記者張士仁報導 美國國防部 印太安全事務助理部長拉特納 週四在華府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舉行的中國力量會議上表示 推演了中國侵台 可能產生的後果 認為中國全面侵台並不迫切 最有可能出現的是對台灣全島實施封鎖 聽下清風報導 美國國防部印太安全事務助理部長 拉特納在會上表示 中國對台灣的威脅是實質的 雖然中國侵台並非迫切和不可避免 因為美國在該地區的威脅是真實 而且強大的 但拉特納認為 中國一旦封鎖台灣 其所產生的後果是災難性的 首先 在中國對台灣封鎖的那一刻氣 世界經濟就會瞬間跌入谷底 沒有國家能夠行免 中國這樣做 被世界帶來的經濟痛苦 封鎖對全球經濟造成的影響 規模將會遠大於新冠疫情 對世界的影響 其次 由於封鎖對經濟造成的損失 國際社會會團結起來 共同反對中國 更重要的是 他說 從實際操作上來說 中國對台灣的全面封鎖 並不容易實施 我們認為 台灣自身和國際社會提供工業供應 原材料 食物和能源等社會所需的情況之下 台灣仍然有出路 他說 如果北京決心要攻擊補給的商業船隻 來維持封鎖 這將會導致時貸升級 這樣做的成本和風險會相當之高 拉特納指出 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有意願 而且有實力 重塑國際秩序的國家 中國的行為 將會嚴重損害美國的重大利益 和全球和平與穩定 因此 以中國被美國國防部視為最首要的挑戰 他表示 中國解放軍的軍機和海軍戰艦 持續採取威脅性和冒險性行動 針對按照國際發行事的美國盟友 提升了事故升級為危機和衝突的可能性 中國的核力量 也都在不斷擴大和現代化 而且缺乏透明度 更為嚴峻的是 中國不願意和美軍溝通 中國多次拒絕了國防部發出的 和奧斯汀部長 參議長聯席會議主席 和其他官員的溝通邀請 拉特納說 軍事間的溝通在去年就基本上已經關閉了 只存在一些間歇性的交流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青鋒報道 美國非牟利組織自由之家 發表最新一份網絡自由報告 顯示中國的網絡自由度 連續第九年全球爆尾 報告認為 中共透過人工智慧強化極權統治 分析指 中共的數位監控技術 已經遠超其他國家 但如果當局持續靠數位極權割韭菜 或會引起民眾的反彈 聽下董書月報道 自由之家星期三公布 2023年網絡自由報告 在全球70個國家裏 中國的網絡自由度 連續第九年爆尾 在滿分100分的評分裏 只有9分 被評為不自由 台灣就有78分 全球第六 維俊亞太地區第一名 被評為自由 這次是自由之家 連續第十三年發表網絡自由報告 今年的報告 聚焦威權政府透過人工智慧 進行數位威權統治的問題 報告提到 中國政府大量投資人工智慧產業 以確保相關公司為威權統治服務 自由之家科技與民主 事務研究主任分析 在星期三的報告發佈會上說 中國政府的努力 體力已經有成效 中國政府要求各間公司的產品 不准使用ChatGPT 而中國人工智慧系統 被要求需要遵守中國共產黨的價值 就好像百度推出的 聊天機器人民心一言 就不會回應敏感的政治問題 例如六四天安門事件 中國網絡研究員周廚光正義四向本題分析 說報告證實了當年來 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質疑 就是中國利用數據工具鞏固的權統治 他又相信中國的人工智能技術 已經領先其他國家 能夠全方位進行社會監控 中國已經在人工智能方面已經超過其他國家很多 比如說對於人的體態識別 對於學生教學場景的那些姿態的分析 所以這種動作行為的識別它是遙遙領先的 甚至我的車上都有安裝了一個沒有聯網功能的 來自中國的海康威視的一個小型的行車記錄 以它都能夠準確識別路邊的速度限制 所以這個工具是很厲害的 它能夠極大地減少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成本 對於未來中共會不會進一步強化數位極決 周焯光認為中共這種割韭菜的方式 遲早引起反彈 報告指出雖然中國政府的數位審查越來越具壓迫性 但是中國人仍展現十足的民主人性 例如在去年11月 中國民眾勇敢地透過白紙運動 對威權政府提出質疑 最後都促使政府罕見地改變政策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動輸越報導 近年網絡新生代發起玉包文化 以稀笑怒馬的方式 解救習近平管治模式 帶給民眾的恐懼感 但他們的頻道在Reddit和YouTube等相繼遭到封殺 封殺的理由 也都從早期的侵權 轉為荒唐的騷擾和霸凌 網友紛紛反諷 這個世界誰可以霸凌習近平 聽聽情聞報導 週四最近非常火爆的玉包頻道衝浪之音 突然遭到YouTube永久封殺 據衝浪之音創辦人向本台表示 這次YouTube的封殺動作非常突然 他突然收到郵件提示 聲稱他的帳號嚴重或屢次 違反了禁止發佈故意騷擾及恐嚇 或威脅他人內容的政策 導致被永久封禁 而之前他沒有接到任何提示郵件或警告 之後他向YouTube發出申訴郵件 令人驚奇的是在5分鐘後就被退回 YouTube也未曾告知他具體的違規影片 衝浪之音認為 應該是YouTube認為諷刺習近平的內容冒犯了習近平 比如是他們近期發佈了一個名為 《習近平大巴》的影片 將習近平上台之後 抬200斤墨紙不換肩 梁家河沼氣池噴噴事件 和通商寬衣等的醜事 以及無限期連任定於一尊 極端的防疫管控等行為 融入年輕人喜愛的動漫影片當中 事件公開之後 再引起網民紛紛質疑 這個世界上誰可以騷擾和霸凌習近平呢? 重狼致暗認為 中共水軍惡意舉報 觸發舉報機制 和YouTube選擇性執法 聯手對他們進行言論審查 因為油管官方並沒有通知我的視頻那部分違規 所以我想到的還是習近平的部分 結合前一陣子另一位視頻創作者 強國哇哈哈的視頻 以霸凌習近平的理由被下架 估計我的頻道冒犯到了這個領導人 油管的政策指南都寫 涉及知名官員或領導的辯論是例外情況 不會影響帳號 但中共卻可以利用網評人無限舉報 忽視這一條規定 衝浪之音也跟本台說 他們是被中共洗腦一代當中的覺醒者 最早他們reddit紅敵上面發布一些肉包內容 reddit封殺衝浪TV的版塊之後 在一些網民鼓勵之下 他們在去年6月轉戰YouTube 特別在去年四通橋事件之後 他們製作了名為孤勇者的影片 正值那個事件一周年之際 他們的頻道就被封殺 但他們將會在其他平台繼續發聲 上個月聶皮社成員在遊戲猛獸派對的直播間 直入一人一票選舉國家主席 斬首獨裁國策習近平 和勿忘8964等的肉包和反共內容 令中共當局不知道怎麼應對 聶皮寫重要成員BOT666 也就憑到被封殺事件接受本台採訪 他同批中共對海外平台上面的異見聲音 進行長臂打壓 他呼籲海外平台完善審查機制 幾個月前 推特也引自封禁和聽權的大量高強度討論政治的賬號 而有關最多偷視頻當每年的封禁 對強迫瓦派行為習近平視頻的下架 以及今天聽權衝浪之音的頻當 也凸顯出了中共常對海外平台上的反共視應 進行長臂管轄式的打壓 個人認為社群平台的內容審核機制 能須完善加強 以及提防互聯網輿論遭到一個中共資助的熱意行為操縱 長國瓦派行在接受本台採訪時表示 相比嚴肅的異見博主 肉包博主受到的審查更加嚴厲 因此他質疑有中共水軍 將維護習近平的形象作為最優先級別的任務 可見 在中共走狗們眼裡 維護一尊習近平神聖不可侵犯的光輝形象 是他們處於最高優先級的任務 長國瓦派行也指出 惡搞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二次創作品 Havana獲得過億的播放 但惡搞習近平的二創作品就屢遭打壓 令人質疑YouTube被掩控 或者中共徹底利用了YouTube的審查機制 同類事件一而再再而三發生 只存在兩種可能性 一是YouTube的中文內容審核團隊 已經被中共成功安插了內軌 二是YouTube的主報審核機制 已經被中共徹底摸透 濫用起來如魚得水 這兩種可能性都是我們徹底無法接受的 因此我們必須聲援衝浪之音 讓YouTube給個說法 絕不能讓中共破壞牆外言論自由的圖謀 一再得逞 2021年3月 擁有過5萬成員的Reddit最大中文版塊 《衝浪TV》 在聲援烏克蘭之後被封殺 今年2月 早前曾經多次被停權的《雨透社》 旗下兩個肉包頻道 《小返奇》和《小池塘》 也都被YouTube下架 長國娃霞霞在今年9月 發表二創改編歌曲《雜的玻璃心》 那個影片被下架的同時 博主還收到YouTube發出的 說若果再犯 將會遭到封殺的警告 而理由也是騷擾和霸凌他人 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接下來有幾則新聞簡訊 又清風跟大家說說 中國今年以來 已經有1.8萬人非法偷渡到美國 與往年相比急升九倍 而且絕大多數非法入境的中國人 都是單身人士 美國之音星期三、四日 引述專家分析報導說 懷疑有解放軍混入其中 而美國國會共和黨參議員 最近聯署去信美國國土安全部 表示憂慮部分中國偷渡者動機並不單純 恐怕會危及國家安全 去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期間 一名俄羅斯女記者 奧芙·阿尼科華 闖入新聞直播室 舉起反戰標語 停戰 不要相信宣傳他們在騙你 俄羅斯人反戰 直播影片從而被廣傳 不少人都讚賞他在俄羅斯高壓之下 仍然有勇氣發聲 但是他星期三、四日被當局判囚8年半 罪名是散佈有關俄羅斯軍隊的假新聞 不過國營和直播室舉標語一事無關 而是他曾經在克里姆林公外舉牌 說普京是殺手 他的士兵是法西斯分子 香港民主派多位立法會議員 被指在2018年到2020年期間 多次在立法會會議上拉布或者抗爭 多人之後被控違法立法會權力及得權條例 其中因為47人初選案正在被還押的民主黨尹肖堅 在去年承認妨礙立法會人員和廟時共三項控罪 被判有逾七個星期 他不服判刑提出常訴 案件原定星期四、五日在高等法院原眾庭處理 但早上開庭時 法官張偉寧表示接獲通知 尹肖堅打算取消常訴申請 獲得他的確認之後 法官就正式撥回常訴 同時撤銷他的保釋需要重新服刑 香港初選案16人否刑控罪被告 早前已完成自辯作供 案件暫定在11月27日作結案陳詞 而案件星期四、五日再次開庭 處理兩名刑罪被告 吳建偉和林景南的程序事宜 其中吳建偉案情嚴重 他表示自己有可能被判終身監禁 法官強烈建議他聘請律師處理 但吳建偉仍然堅持自辯 更多詳盡的新聞和評論節目 請到本台的官網收聽收睇 自由亞洲電台 這一節的廣東話節目報道完畢 多謝收聽 再見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 現在ベーキ一路 設定是